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连一个人都看不到 太惨了 哪里还有什么巫族 带族人千辛万苦来到这儿 看见的只是一个空调的巫之国 那些留在永生之皇的人 永远都不会知道 外面竟然是这个样子 太惨了 带族早就被抛下了 什么都做不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我在杨平梦里的时候 说要救大家 最后也是一无所成 我打算去找摇曳湾 不是出于好心 而是觉得等不下去了 继续留在那里 我会疯掉 如果真的要死 倒不如拼一把 至少做成一件事情 现在到了这个梦里 我还是没用 要靠你保护 要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祖先受苦 你有手有脚 只要过日子是自食其力 不伤天害理 不作奸犯科 怎么就没用了 没事别把自己想得太厉害 拯救苍生这种力气活 我还不一定做得到 带族的事你再难过 也已经过去至少两三千年了 不管你今天做些什么 好的还是坏的 都不可能改变发生过的事 既然你还在这里 就是带族的血脉 延续了下来的明正 眼前的只是梦 我们能活着回到现实中 才是最重要的 都只是梦 没错 没错 是我把自己弄乱了 这些日子里 我总忍不住胡思乱想 放心吧 我绝不再说什么丧气话了 想想 这也算绝无仅有的经历 以后我的故事里 我们应该ә 做了 作词 这也算是 無法使用契約掛機使用裂空 這個戰鬥 哇 第一次在這種地方戰鬥 哇 天哪 哇 那會暈測的人不能玩這個 我被卡住 快跑 快跑 哦 FF才看到這種場景 好酷哦 蠻酷的哦 而且怪我被我擊飛出去 好好笑 怪我會不會有擊飛 各位 贏著了嗎 哦 哦 哦 要撞上了 要撞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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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这么点魔 果然还是不行 魔是你引过来的 这次你又想做什么 当然是想要你死 这里是梦中之梦 与现实有着重重阻隔 就算是一只王辟邪陨陨落在此 辟邪族也很难查到什么 我一直想说 凭你也用得起太岁 怎么 莫非让你想起了 被剑云斩首之痛 你同他已经见过了 不然又怎么会知道 他 这个梦境的主人 纪临族所在梦境的真正主人 看样子 你还是一无所知 想杀我 我的命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生死之战 你我一样都在生死之间 的确找进行之后 武咒 这回连人都不见了吗 已经虚弱至此 所以 姨姨 在这个梦里 只要我想杀他来 你就会出来阻挠 连祭灵族你都未必能如此顾忌 他到底有何不同 你在说什么 师兄 我 我不过是想提醒你 剑飞过来了 说实话 你不觉得就这么杀了他有点可惜吗 他的魂魄味道应该很不错 不如留给我 好 原来你竟然还会想吃辟邪的魂魄 既然不想说 以后都不必再说了 说得没错 杀了的确可惜 你叫北洛是吗 我会送你一份永生难忘的大礼 也没抽到 我看见他 他不是 我看见他 그리고 我是 是 我看见他 他不的 是 你 这 你 你 大礼 是 我 你 我 是 我并不在意你的事怎么想的 谁 为什么会有说话证 是啊 你不在意 可惜你再怎么比我强 也终究不能杀我 你取不回自己的生意 一个被人教养过的妖 从头到脚都那么可笑 你有没有想过 人足视你为妖魔 而在眼足看来 你也一样关于 你的想法 你行事的准则 两边都容你不下 不必是李星铃 最经上呼召的力量连去 你也拦不住 云无月 这是 给的风暴来了 这所有的梦境 是不是都快帮她的 你事得两快去找那只李仙 否则她的神魂 说不定今刻间 就要碎裂了 你事得两快去找那只李仙 否则她的神魂 说不定今刻间 就要碎裂了 那是出口 我们过去 好 梦月里的灵力紊乱了 我们暂时无法脱离 恐怕要停留一阵 这是哪里 我的前灵境之中 亦是力量所能庇护之地 刘兄呢 除了他 也还有别人的一事 来到这里避难 他世上 我好想要这些人 我好想要 你不想要你 梦玉稳乱 是怎么一回事 如今看来 能够令人昏睡不醒的黑莲 来自乌赵的墓中 而乌赵 更是用一些法子 对进入梦里的魔 做出指引 他们当初很快就通过 于梦芝的意识去到人界 将不也与此有关 这所有的一切 都会令梦玉的灵力发生变化 愈言愈力 直到带来风暴 风暴 那些做梦的人和纪灵族 又会怎样 我一直觉得 纪灵族所在的那个十分广阔的梦境 应当已经存在了许久 寻常之梦连一夜都未必能有 纪灵族便如梦中的旅人 永远都在四处迁徙 可风里双他们给我的感觉 却不是这样 吴赵也提起了这个玉主 他们之间似乎有什么纠葛 该不会也是从古早之前 就一直活到现在的人吧 可谁又能做这么久的梦呢 若是这一次的灵力风暴 无法平复 整个梦运都有可能崩塌 纪灵族和他们所在梦境的真正主人 亦有性命之有 我们能帮到那个玉主吗 我试过 但找不到他 除非能进入他的圆灵境 圆灵境 意识得更深处 比前灵境还要深入 除了这些 我更担心乌赵那边 他肯定会有所行动 忧心无用 我们毕竟是外来者 如此强力的风暴中 只会寸步难行 雲无悦 你很久没来看我了 有魔镜来了 他们若是在灵力风暴中胆怯了 自然也会努力寻找安全之地 OK 打架 魔镜人已经发现了这里 必定不会就此作罢 雲无悦 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呀 是从前在魔狱结石的剑丝族 你似乎有话想闻 轩原秋 静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吗 她是有熊人 并非 静云的父亲出身三苗 他们一家因战乱去到有熊 她的母亲是否也是三苗族人 我确实不知道了 怎么 先前和刘兄一起进到的那个梦里 不 没什么 没什么 云无悦 新商城实在太大了 我觉得 在这锅上一辈子都不会腻 我喜欢这么热闹 这里的房子也很好 比黑黑的笼子好多了 城里的妖魔送来了很贵重的东西 可我 不想要 云无悦 请你不要忘记我 只有你看到的才是我吧 这小东西只是幻影对吗 或者说是你的记忆 白桥是我在魔狱偶然救下的妖 它不喜四处漂泊 我便将它送去新商城 托付给一位与我有救的大魔 剑丝族是非常奇特的一只妖族 他们的精神力十分强大 足以影响到其他妖魔的心上 带来种种幻想 但这种力量却无法自控 大多妖魔眼中的剑丝族 只会是他们心中深深怀烈 思念不已的那个存在 很少有谁 能看到剑丝族真正的模样 白桥在新商城定居之后 总会有许多妖魔前去拜访她 送上各种珍宝 但她却越来越落寞 我最后一回去看望她时 她说希望我可以永远记得她 记得白桥 而不是别的什么 云五月 其实有时候 他们的确很可怜 我也想帮上忙 可我又不是真的 我只是一个影子啊 你不想见到靳云吗 靳云已逝 这上面的是什么 一个印记 我在自己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记 为了不要忘却 演的寿命很长 甚至有万年之久 我们可以窥见一世的奥妙 必然也更容易被反噬其身 遇到过的人 发生过的事 都必须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断的遗忘 否则自身的精神将无法承受 那如果有一天 你怎么了 是受伤了吗 是受伤了吗 并无答案 但在这里 我的意识同样 会被外界的风暴所扰乱 从一开始 就不能完全自控 若是之后周遭的情景有变 你也无需惊讶 那么 никогда 所以我们就能无事 是否实在这一段的 最有抗爭界的风促 有风促 怎样 我还有不得 是一个人 有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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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前走吧 應該簡單的打怪而已 我好煩哦 可以把他打出來嗎 不行 解決掉入境的魔物 也要打十四隻 是 窮龍國聖計一時 他們有自己的信仰 十分虔誠 這裏沒有印記 看來是發生過什麼 讓你很難忘記的事 的確 有一些教訓 我成年餵酒時行走世間 遇到了當時窮龍國的國師 他要我抹去玉石 成為他的史仆 這家伙 難不成是想找死 我拒絕之後便被拘住 正在窮龍聖壇之下 他竟這麼厲害 相傳窮龍國師 乃是更久遠之前的大能轉世 身具累世的功德和法力 這些我並不太懂 但我的確是敗了 窮龍之法與我的力量本事相克 他將我關在那處 日夜如守刀鞠之心 無非是要我有朝一日 轉念驅從 尋常人求而不得 只多殺之 這國師倒是思慮深淫 兩百一十六年間 我未有一日放棄修煉 終是能夠破印而出 那你必定是要報仇 自然 我回去聖壇 從廟宇山處把那個和尚帶走 投進了魔獄的一處深淵 一開始他仍是掙扎呵斥 數十日後便再無動靜傳來 想必是被群魔吞噬了吧 但在這之後 發生了一些我所聊未結之事 怎麼 窮龍國重視信仰 聖壇被毀 國師暴族 對他們而言無異於亡國之在 那和尚的門徒雖多 卻還未有一人獲得他的真傳之法 這個國家就此衰敗 日漸禪弱 數十年後便不存於事了 你是覺得不該取了他的命 我從未後悔 只不過有時會想 我是否成為了一個太過突然的契機 帶來某種無可挽回的轉變 人的國巨沙成塔 而後又風流雲散 在千年之間數不勝數 但這畢竟是人族興衰 本不該由我介入 誰又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那什麼國師抓住你的時候 怕是只做著称心如意的美夢吧 電影 怎麼樣 他的選手 聖身 還可以 希望能力 好 接魂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 眼兽活到大约五百年后 才有可能拥有这种力量 发生之时虽然十分动听 足以迷人心智 但也非常危险 人或是不够强大的药 因知癫狂迷乱致死的 确实多数 我又是不懂这些 还盼望着长大了 要唱歌给靳云听 靳云 不是有辟邪之力吗 也会受影响 但他终究是人族 只怕有害而无疑 西年海上有沁耳国 据说他们的国民 一生都在追逐 这世上最好听的声音 他们寻过娇人 也寻过渝父 最后找到了眼族 那个眼倒不愿随意杀生 便说我若高歌 你们举国皆亡 那些人却回答死也甘愿 于是眼为他们歌唱一曲 从此世间再无倾而 这也是风魔了 一生急于一世 既是自己选的 旁人也无可置会 眼族的声音这么厉害 肯定很重要 你的又怎么会落到别处 千年之前 我与叶长庚做了一个交换 那时的人界修行门派颇多 其中不少都以灭除妖族为己人 妖丹和妖国 也被他们肆意争夺 那两族间 岂不是视同水火 正是如此 有些小妖便被鼓动 围住了一座 并无修行者的人界城池 他们决定要给人族一个教训 然而双方 却是落入某个大妖的局中 我虽能够牵制大妖 却无暇坚固城中 毕竟城池内外 都有他安插的足数 必要时自可大开杀戒 就在那时 叶长庚说他能帮我 不过他不久之前与别族争斗 失去了生意 便要拿走我的 你难道不会觉得 这里面太过巧合 但当时已是剑在线上 并无更好的法子 我与那大妖薄杀之时 他也的确护住了城中 但这其中的奸险 恐怕只有你自己明白 这样做真的值得 那些被救的 也未必感激你 他们甚至连对错 都不一定分得清 不需谁的感激 若是碎蓝的大妖的愿 终归是些 无谓的流血罢了 至于对错 那是人族 才会执着的东西 他们花几百年 或是上千年 去争论一桩事 既然千年之久 都未必能有定论 甚至今日的错 转眼就变成明日的对 那我又何必在意 哪怕身后因果随形 我也已经做出了 我的选择 便是静云 一生中战 往来于石山薛海间 又如何便说 他是否错杀一人 也是 有些东西原本说不清 只看怎么选罢了 但你的生意 就这么算了吗 我说与他一时 又不是与他一世 只不过如今 还无法取悔 为什么 眼是不能杀死眼的 关乎性命之时 力量便会受到禁锁 无非是我不够强大 若是够强 这禁止又算得了什么 是 总有一天要无归原主的 事在人为 为者忠诚 生死之外 又有什么事 一定办不到的呢 静云也讲过类似的话 有时候会觉得 你们有点像 我 像他 哪里像我 并非眼貌 而是别的一些东西 都很不服输 也绝不会轻易认命 这世上骨头硬的人 可比你想得要多 我 外面的风暴停戏 你先去摇一弯看看 北 北洛大人 太好了 终于找到您了 你是 我是十六 风暴霍后 我们马上就来墨里找您了 领导长说 让您快去杨平的医馆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他没来得及说 但肯定是很不好的事 我从没见领导长那么着急过 你们见到寄灵族了吗 嗯 风暴来临前 他们有些人就已经去了 那个津天伦里 剩下的人守在外面 风暴来时都受了伤 正在休息呢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感谢杨平 杀了我 师兄 求您杀了我 我不想变成那样 宗品 你 这么重的魔器 哪里来的 我们不在的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师兄 不好了 啊 丧陵阵夜 我们 和天一门的人赶过去的时候 那里 已经见不到活人了 只有魔器 只有魔 几百条人命啊 就这么没了 魔 懂了人家 不错 蛇骑阵 马山口 明高阵 还有德同 这几处都已经沦陷了 现在 又多了一个桑林阵 德同 便是你们去过的那个村子 如今 已成死地 魔是怎么过来的 我猜还是和黑莲有关 这些城外的水域 都发现了莲花 或许 就如同那一晚的余姑娘 魔通过睡梦中的人 来到人间 原以为事情还算顺利 杨萍和杨萍附近的黑莲 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也没再发现其他种子 越来越多的做梦者 行转过来 可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又天翻地覆了 一便疏忽而来 我们根本反应不及 施戈尔 什么 杨萍只不过施戈尔 或者说是某种障眼法 把我们都聚在这里 难怪乌赵会说 他并不在意 一时一地的胜负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弄出来的 魔的一变 应当和天相有关 我觉得乌赵 还没那么大本事 但他可以利用这些 用黑莲造出梦玉 在梦中指引魔族 不错 正如梦玉中忽然而起的 灵力风暴 乌赵也未必能够预测 但他因是早与我们脱身 在这几日间 多有筹划 邱文曲说 他正在想办法弄明白 那个棺材底部的图案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觉得那些图案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字 虽然和曾经见过的文字 都不太一样 其中有几个自行的事 宜比较鲜明 我们都猜测 这是一段诅咒 恨意滔天 乌赵若是为了复仇而来 恐怕已经丧心病狂 只求杀戮 根本不管这人间 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几座城里 你们进去过吗 人手太少 接到传书的修行门派 就算清朝而出 也还是不够 只能围城 斩杀从里面出来的魔 还要四处寻戒 防止其他一遍 各门派仍然在陆续 调集人手 忍再多一点就好了 至少能分出一些 去毁掉那些黑帘 出了这么大的事 周府也已经开始集结军队 可军队又如何能对抗魔 我过一会儿也要走了 去蛇气阵 击下长城市敌 之所以在这里等着 一是要和你们把事情说了 二是想请你们去探查一下燕灵 燕灵怎么了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完全看不到里面的琴弦 我们有人进去 却再也没出来过 我怀疑 那里有某种法阵 法阵 我们这就过去 你问我们有没有入城 其实入不入城 也无太大分别了 方圆树百里 母气冲天 黑雾缭绕 若说城中还有活人 怕是连自己都骗不过去 如今 只能尽力保住其他地方了 你也不知道 宗平师弟在被魔器侵蚀之前 究竟遇到了什么 你们有办法吗 可以一试 打扰了 那在下想问个路 请问 原来是睡着了 再去问问其他人好了 怎么回事 和我料想的差不多 是我害了师弟 先前收到小英子寄来的一幅画 上面说你们在德同村外的山里 发现了一座奇异的祭坛 他问我有没有见过类似的性质 我对这事很有兴趣 都想亲眼过去瞧瞧 却有一时抽不开身 便让宗平师弟先探查一份 谁又能料到德同惨变 他去那里的时候 蛇弃镇那几个地方 是不是还没出事 对 而且这种山里的小村落 即便是遇见巡视也很难注意到 眼下都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其他这样的地方 不知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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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见到他们 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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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找到人 我会把他们带出来 多谢 不用说谢 再说岑莹也是我的朋友 听说你在研究那个棺材底部的文字 是的 从古至今 从图案到文字 形制虽然在不断演化 但也并非无迹可循 我的推断还未能与学会那其他人印证 只是有了一些猜测 这是一段诅咒之语 其中提到了血和星辰 血和星辰 我想了很久 并不觉得这纯粹是夸大之说 李明或许真的蕴含了某些 不可知的力量 至少对乌赵那一族而言 是很重要的一事 我记下来 有空也会再想想 先告辞 在七下寻找线索吗 说是这么说 但其实自我从山里出来 至少也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 被猎户追赶 更是百年前的事了 没关系 先随便打听打听 比如山里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传说之类的 如果遇上那种几代都是猎户的人家 也可以多问问 后来呢 那两个猎人 我被他们抓住了 又逃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要皮毛 但既然有活的 总还能找到更大的用处 没什么 都过了那么久 而且我也没受多重的伤 如今我还在 当年的那些人 已经化为尘土了 这不是北洛吗 可有针子没见了 有药警师出门 今天正好全是新宅的果子 你来瞧瞧 还是去见炉吧 若是你我在此处用剑 整个街市恐怕都将片王无存 你是 那名剑 幼灵 弹球一战 好 终于要跟他打了 终于 终于是 终于是 你 你 知道哪里有能听故事的吗 那你跟我一块儿去找小川吧 他知道好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他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他的爷爷是山老呀 山老 反正小川的爷爷 懂得很多很多 鲁哥哥 你来吧 我带你去小川那儿 我们一起听故事 画小川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 那是小川的堂哥 他很凶的 看来今天是听不成故事了 我给小伙伴讲故事 又哪里有错 山里那些事 能随便拿出来讲的吗 而且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家里做功课吧 我 现在就回去 不许再乱跑 你还想不想入屈先生的门下了 想 想的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晚上再检查你做没做好 不要想着偷懒 回去就回去 小川真可怜 爷爷 我回来了 嗯 好好用功 是 是客人吗 并非有意冒犯 年轻人 我知道你 你是屈先生的弟子吗 正是 在下北路 是有什么 想让我帮忙的吗 我想打听山里的事 几十年前 一百年前 甚至更早的 山里的事 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地打听 山也是会吃人的 吃人 走吧 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 是北落啊 原来你想打听当年山里面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儿 这样讲起来还真是有一桩的 请婆婆同我说说看 嗯 这进山最多的嘛 不是打猎的 就是采药的 那时七侠最好的猎人 一位是我的曾祖 另一位是段家的老大 段家那位有一趟从山里回来 说自己看到了什么真兽 那之后就一直进山去找 没过几年 城外村子里又有两名猎户说 是真的抓到了异兽 可惜给他跑了 这事传开来后 段家那位越发蜂魔 时不时地拉上好些个猎人 一块进山 我曾祖倒是一次都没去过 知道他过世 段家那位也还没死心 好像是说 后来有一回他们又进山去 就再没出来过 我知道了 谢谢婆婆 这有什么好谢的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 我也是听我的长辈说的 暂时也没有其他线索了 可能晚些还是得去画家 打扰 两位是在打听山里的事 不错 在下季宪 家中树袋都以打猎为生 或许能帮上些忙 你为什么要帮我 这还需要缘由 只是觉得两位面善罢了 不知你们可听过 百年前一些猎户结伴上山 捕捉异兽的事 听说吧 那其中也有季家的一人 是你的仙人 是的 传言他们后来有一回 就再没能从山里出来 这也是真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百年 但季家还是没有放弃 寻找高祖的事故 就算找不到 总该有个说法 所幸 这么多年 倒也不算全无收获 两位可要和我一同 进山去看看 我怕这一时间 也是说不清的 那就劳烦了 不用客气 我正好也打算上山一趟 那我在西面等着你们 这就走吧 等等 我想请问 你知不知道山老是什么人 你们见过山老吗 你们要是想找他打听消息 他多半是不会说的 山老就是人世间 得到大山眷顾的人 每逢济山 他会同山说话 如果山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 就托他转达 真的可以同山说话吗 我也不清楚 以我的年纪 还不能去参加济山 不过 大伙都是这么说的 我在七下也有些年头 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事 那是肯定的 能参加济山的人家 毕竟是少数 就是本地人也有大半不知 济山都要做些什么 和济祖差不多吧 都得背上礼仪 感谢山神过去的馈赠 期盼来年也能列得列武 不至于饿肚子 时候不早也该走了 你们跟着我 这屋子是专门给上山的家里人 用来歇脚的 里面有些东西 两位不妨先看看 brewing psychology 将来的一切 那个人不见了 这儿 这里 才是他想带我们来的地方吧 倒要看看 他究竟搞的是什么鬼 laquelle没有人 口瘟 我 老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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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片有不少抓痕 人的手指可以留下这么深的痕迹吗 不要小看人在绝望里会有的力气 这个人被困住 一定会想尽办法逃出去 山石上也有不少挖凿的痕迹 但可能是因为没有衬手的器具 或是时间不够 终归没能骂通 手底下有刺 应该是用小刀或者尖石 刻在地面上的人 可以辨认出来吗 有些被划去了 写错的也很多 意思勉强能连起来 我们错了 不该为了捕捉异兽 杀死那么多别的野兽 更不该放火烧山 害了几个隐居在山里的人 我们太贪心 触怒了山神 祈求原谅 这些人 果然就是当年的狩猎队 他们说自己做的事 触怒了山神 真的有山神吗 也许是山之灵 虽然罕见 但山的确是可以成灵的 他们几乎不去理会人间之事 狩猎队激怒了他 也不知是在这山中 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这所有的一切 都因捕捉异兽而弃 我们会被带到山里来 难道也是因为打听这些事情 又惹得山灵发怒了 若是按我的猜测 则大有可能 百年之间人世几代 可对于山来说 不过虚于一顺 这些人闯入山中 肆意涂漏 放在昨日 那我们得先找到那个山灵 说明来意 而且有的是问他 可别问别人强多了 山之灵 他让我们别再靠近 你可以和他说话 我试试 他说 既然不是贪婪之人 就回到远处 离开此地 关于当年你来到崖山之事 他会让你看到山的记忆 山的记忆 多谢 伏爷 把殿下交给我 你也知道他是殿下 那你们现在做的是什么 当然是在旧辟邪族 双王将士 是火非福 两位殿下尚且幼小 芽芽不能言语 神阁殿下却已经因为吞噬力量的本能 伤及到了北洛殿下 若是他们再长大一些 双王相争彼此亲事 对天鹿城来说将是霓天大火 所以你们决意指责其意 选了一个 就要指令一个于死地 这是王上和长老会共同的决定 可是 这一切都还未发生 你们不能因为一件 身为发生的事 就断去殿下的生路 你以为 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 福音 这次来的不止我一个 其他战士 很快就会赶过来 你不用再苦苦挣扎了 既然王妃把北洛殿下托付于我 我就绝无可能叫他交给你们 福音 就是我通过机灵族碎镜 看到的那名战士 他为了保护我 双王 吞噬 所以在旋风台上 我才会不由自主地 吸收玄阁残留下来的力量 他也知道 一定会如此 王的力量 竟是霸道如死 若为双子 便彼此不能相软 原来当年 是因为这样 比我想的最坏的那些 已经好上不少 这就是山的记忆吗 山不变情感 他只会把当初看到过的那些 还原出来 走 走吧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别的 北洛殿下 我恐怕不能再保护您了 追来的战事越来越多 如果我继续将您带在身边 只怕令您更难脱身 看来要在这里分别了 我去引走他们 离开这座山 殿下 您有着属于王辟邪的血脉 必定可以活下去的 您会成为强大无比的辟邪 就算我没法亲眼看见那一天 也会在心里为您欺负 后来 他们应该都没有再回来过 福燕 恐怕早已不在了 先前我们应当是在山腹之中 季献究竟是谁呢 或许是山的分铃 也或许 它才是真正的山了 连你都感觉不出的话 山灵是真的很厉害的 你 是不是收敛了外放的妖力 否则山灵定会有所感应 自从上回那只猫跑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联系 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控制 走到哪儿就吓到一片 那还要不要出门了 如今的确是好得多了 接下来你想回天路城吗 我觉得有些遥远 远 我只是想弄清楚 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一旦这些东西真的有了眉目 又好像根本不是自己的事 福燕说的王妃 大概就是我的母亲吧 我还是会在心里感激他们 但却已经不会那么愤恨 和难过了 过去太久了 当我劈了命 想要挣脱出去的时候 却只能被困在这座山里 可如今 我已经走到了山外 让我想一想吧 应该还是会去问问霓裳 你说得对 既然已经走了出去 回不回来便也不那么重要 我们下山去吧 又年飘零 身无所义 山虽不言语 却与我实误 与我清泉 与我遮阳避雨之地 烈人之事 我知道您并非对我有什么庇佑之情 只是因为天理生杀 不可扰乱 然人世百年 足够百事滥据 沧海重枯 也请您放下怒气 回归寂静 来年开春 我必会上山栽树千株 成林实林 报答昔日的大恩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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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转发 新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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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独播剧场